民眾騎車經過陸下影片 因為真的驚呆了 怎麼路邊變電箱上 竟然有阿伯拿躺椅坐在上面 還拿扇子在山峰 整個人看起來好悠哉 再看一次不止電箱旁 有兩個阿伯 電箱上還有一個 放躺椅在半空中 看起來超享受 民眾看傻眼 直呼阿伯居然不怕電磁波 要是不小心漏電 該怎麼辦 一過瑞隆路 我女兒就說 那個變電箱上面有人耶 有點誇張 我覺得說 他怎麼會跑到變電箱上面去 實際回到現場 變電箱周圍都是民眾的東西 這裡位在高雄前鎮區 瑞峰國小前 附近民眾說 有時晚上都會有不少人聚集 他就是 我一來就躺著阿 之前他是躺這邊 然後因為蚊子多阿 他就搬上去 都在那邊沒蚊子 這邊國小嘛 小朋友阿 這個人也不曉得 會對小朋友有什麼影響 警察本處設備 均有定期維護點檢 並無危險 會在派員前往查看 並盡量勸導民眾 不要聚集 台電說明 經過維護變電箱目前沒有危險 只是搬唐椅山峰乘梁 變電箱意外變成阿北乘梁的好地方 其他景象還是讓人好驚訝 記者蔡霜及陳山山高雄採訪報導